41歲謝先生 國中時就開始喝酒 長期下來 胰臟發炎 痛苦難耐 放假就會 早上就開始喝 把酒當水再喝 很離譜 胰臟功能受損 影響胰島素代謝 罹患了糖尿病 胰管結石非常嚴重 胰的燒素分泌出來 就不順暢 然後就扭曲 就長了石頭 反覆發炎 反覆痛 這白白的 這個是我們打進去的顯影機 那裡面那個 比較黑黑的 這個都是石頭 醫生利用內視鏡檢查 醫管已經纖維化了 必須先把結石取出來 想辦法去放個引流管 把這個前面很傻角的地方 就撐開 從外面切切切切到裡面 然後把石頭一顆一顆一顆 把它撐乾淨 前後兩年時間 長達十次內視鏡首處 清理結石 男子慢慢恢復正常生活 也能工作 他也決心戒酒 愛惜身體 大愛新聞 江麗君歐陽光輝 台中報導 警察 審議 為了 警察